大膽假設 小心求證 合理之一 顛覆歷史 大家好 我是陳久鵬 今天又來幫各位顛覆歷史了 那今天要顛覆的主題是什麼呢 那就是王莽 一講到王莽 我想大家應該都會想起 他王莽篡汗的臭名 也因為他留下這個篡汗的千古臭名 所以後來他會跟一些亡國之君相提並論 不過近年來 網路上有流傳一系列的文章 認為說王莽其實沒有像歷朝歷代的亡國之君這麼的差 那他只是一個失敗的改革家 如果讓他改革成功的話 局勢將會翻轉 評價將會改嫌益策 那到底是不是如此呢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好好的來探討探討一番的 那首先我們來講到王莽的得勢 我們都知道王莽身為一個外戚 為什麼有辦法掌握劉家大權呢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是當時的皇后 王振軍的侄子 那儘管王莽他身為王家子弟 可是他的行為卻非常的謙恭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份 漢書王莽傳的史料 你可以注意到倒數第三行的中間 有特別提到說他 因折截為恭檢 也就是說他的行為 是相當受到當時人讚許的 為什麼會受到如此的讚許 那是因為當時的王家子弟 一般而言都重情深色 非常的奢侈福華 唯獨王莽非常的簡約簡樸 而且他結交民視 非常的理賢下視 所以這使得王莽在眾多王家子弟之中被列為一個藝術 那大家也都對他稱讚有加 所以他後來特別得到他的伯父王鳳的賞識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伯父王鳳曾經有一次生病 那王莽親自服侍他 還特別捧手垢面 好幾個月不梳洗 然後這樣子悉心照顧王鳳 那所以後來王鳳特別叮嚀王政軍 要好好提拔這個王家後輩 那所以後來在王鳳死後 王莽就被敗為黃門狼 沒有多久就簽設身教位了 那這樣的一個受到重用之後 王莽並沒有改變他的態度 一樣是理賢下視 非常的簡樸簡約 那甚至他還會把自己的俸禄 分享給自己的門客 那看到窮人沒有飯吃 還會賣掉自己的馬車 來供這些平民來救濟他們 各位聽到這裡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王莽 其實做得還不錯 有沒有 能夠推己己人 以天下百姓昌生疾苦為自己的重要職責 所以由此來看的話 王莽應該稱不上虛偽的畏君子 對不對 但是為什麼他的行為到後來會被人家所詬病呢 那就是因為他掌握大權 因為後來他被敗為大師 後來勇立九歲的漢平帝 那因為他掌握大權 開始排除異己 那凡是擁護我的呢 我就加以提拔 如果反對我的呢 我就將以流放 甚至諸殺 所以到後來呢 他掌握大權為所欲為 甚至還玩其所謂的服命 什麼叫做服命 那其實就是上天遇世帝王的遇照 也就是說上天會告訴你 誰即將當皇帝 可是這種東西呢 信的人當然就很相信啊 但是他也可以用人為來遇照 對不對 所以王莽就指使他的屬下來 弄了這麼一塊白色的石頭 那上面用單書寫著幾個字 說告安漢公莽為皇帝 那這就擺明了要王莽想當皇帝嘛 所以王政軍看到這個服命之後呢 也很清楚 自己這個職職是很想當皇帝的 那他本來想要加以拒絕 可是又顧慮到 王莽已經當上大司馬 手握大權 那萬一拒絕他的話 他會不會有更激烈的行動呢 所以就假裝相信服命 讓他當社皇帝 可是王莽怎麼會僅止於此呢 所以他後來又派了一批人 來做了另外一個服命 那這個服命 就是說有人講說 哎呀 這個 就是有得到一塊石頭 上面有寫著 天告地服 獻者封侯 那就是還是一樣 要往莽當皇帝 那王政軍這一下不得已啦 前面都已經相信了 那這回怎麼可能不相信呢 所以又只好讓他當假皇帝 各位聽到這個假皇帝 你就知道跟真皇帝只有一步之隔了 所以王莽當然不會善罷甘休 那其實當時的劉氏中青 跟忠於漢氏的大臣也非常的不滿 曾經起兵想要反對王莽 但是都被王莽一一打敗 所以王莽打敗這些人之後更不可一世了 所以他後來毒死漢平帝 還逼他的姑姑王政軍交出全國玉璽 然後接受善讓 創立新朝 而他也因此成為中國史上第一個用善讓手段當上皇帝的皇帝 那其實漢平帝到底是不是王莽所毒死 其實也有爭議 可是漢平帝14歲被毒死 暴斃身亡是事實 那所以他的妻子 也就是王莽的女兒 也懷疑自己的丈夫是被父親所害死 所以後來他當上皇太后之後呢 那就經常稱病不曹 那當時王莽對於女兒的行徑 是既不滿又難過 那後來就想說乾脆把他改嫁出去好了 沒想到王莽的女兒一聽 反應非常的激烈 因為他忠於憨似 怎麼可能在這個節骨眼改嫁 所以他適死一女不嫁二夫 所以後來因為他大動作激烈反抗 所以後來王莽不得已只好讓改嫁 這件事情不了了之 可是沒有多久王莽末年時 那個綠林軍攻進京城 那後來王莽被殺 那當時的王政軍聽到之 當時的王皇后聽到之後就說了 我有何面目去見漢家呢 也就是說他一直對自己父親的行徑耿耿於懷就對了 好 那不過王莽到底是不是真的那麼壞呢 那有些人就因此近年來 有一些替王莽方案的文章 認為說王莽只是一個失敗的改革家 因為他一生福音儒家思想 所以他當上皇帝之後 當然會以儒家思想那種美好的世界來 禮樂制度來改善當時的政治 只是實施不得法 所以後來失敗 而且以結果論而言 如果王莽改革成功的話 那他篡汗的民意未必會被人追究 怎麼說呢 因為過去有好幾個帝王也都有類似的情況出現 像譬如說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 害死他的哥哥建成 然後後來創出爭觀開源之治 那所以他後來這樣的一個 毒殺手足的一個罪行也就被淡化了 那另外還有燕王朱棣發動禁難之變 那同樣是骨肉相殘 那不過後來他創造永樂盛世之後 那這樣的一個行徑也被人家淡化 所以這些替王莽方案的人也認為說 如果王莽改革成功的話 那將會在歷史上留下千古善明 而不會像現在一樣一臭萬年 那各位這樣子講起來似乎是言之成理啦 對如果說王莽真的改革成功的話 有可能去翻轉他的評價 那不過我個人認為一個人的行為 其實跟他的堅持和信念有關 如果你堅持要改革的話 那打從一開始你就會有類似的遠大理想 不會到後來才提出 那我們來看看王莽 王莽其實在先前表現非常千古之時 也沒有提到說要用儒家思想來去改善當時的政治 那他只是藉由這樣的態度來去掌握大權 而他的改革是因為他當上皇帝之後 面對天災人禍 沒有治國的辦法 只好向古人取法 然後化府不成反維權 那於是我就要問 這種急救商的努力 這種改革 你能夠稱得上是有堅持有信念 一個真正有理想的改革家嗎 我個人是不予認同 所以我認為說王莽的改革 其實並不是經過身思熟慮 遠大輝宏的企劃 只是一個臨時臨機應變的一個方法 那當然招令戲改之下 會造成他的敗亡 所以王莽稱不上是一個失敗的改革家 那說他是野心勃勃而失敗的亂臣賊子 倒是差不多 所以這些網路上替他翻案的人 他的這些觀點我個人是不予認同的 好 那我們再接下來看看另外一個就是說 王莽 我們前面不是有提到說 王莽曾經向王政君索要這個傳國遇襲嗎 結果這個傳國遇襲據說就在王政君的手中 被摔壞一腳 那這是怎麼回事呢 我們首先來看看這顆傳國遇襲 民間傳說這顆傳國遇襲的來由非常的不凡 他據說可以上瀉到春秋戰國時代的核式壁 我想各位應該都有聽過核式壁的故事 那就是楚國有一個工匠叫做便和 那便和無意之中發現了一塊蒲玉 認為是一塊美玉 所以他後來兩度獻給楚王 那都被視為是欺君 所以後來他的左右腳被砍斷 後來他抱著這塊石頭在山下大哭 後來被楚文王看到了 那楚文王就好奇啦 為什麼你接連被砍斷兩隻腳 還執迷不悟呢 所以這一回就找了工匠 把這一塊蒲玉把它剖開 果然是一塊上好的美玉啊 那為了表彰變和的忠誠 所以後來特別以他的名字 來作為他的一個壁的名字 那這一塊美玉就叫做核式壁 那這個核式壁後來成為楚國的國寶 那後來幾番轉折之後 落入到趙國的手中 那趙國後來有這塊美玉 被秦王銀政聽到了 那秦王銀政就說 我要用15個層次 來跟你換這一塊美玉 那對趙國而言 這當然是非常划算啊 你看啊 一塊美玉可以換15座層次 可是他也怕這個秦王銀政只是隨口說說 所以派了一個人過去送核式壁 那我想大家都知道 這個人就是令相如 而因此有一個故事叫做 完壁歸趙的故事 那儘管後來趙國保住了核式壁 但是趙國後來也是被秦王銀政滅掉啦 所以後來秦始皇把趙國滅掉 統一六國之後後來就把這塊核式壁 拿來作為傳國玉璽 上面刻了八個字叫做 壽命於天祭壽永昌 來作為他生生世世皇位常位的證明 那這樣的一個民間故事 那說的是煞有其事啦 可是我要告訴各位這並非事實 怎麼說呢 因為在古代的史料 玉璽埔之中就有特別提到說 這顆傳國玉璽 其實是秦始皇出定天下的時候 從藍田山這邊拿到的 那這個藍田山在哪裡呢 陝西西安的藍田山 那我們知道陝西跟楚國 相距是好幾千里啊 怎麼可能千里條條把這邊的 和氏璧拿過來當這邊的藍田玉呢 所以基本上這個傳國玉璽 並非和氏璧 而是藍田出的玉 那不過他上頭 確實有丞相李斯所寫的八個大字 是沒錯 就是壽命於天 祭壽永昌 所以後來 漢高祖劉邦到霸上的時候呢 那當時的子音就把這塊 傳國玉璽線出來 然後呢一路傳下去 傳到王莽的時候 那當時王莽就跟王政軍索要啦 那當時王政軍非常火大 他說你王莽不是要自創新朝嗎 那這顆傳國玉璽是舊時代的東西啊 如此不祥之物會導致王國的 你要他幹嘛 還不如留給我 拿來好好的陪葬 那結果王莽派去的大臣就說啦 那即使太皇太后您 以這顆傳國玉璽下葬 我們還是會把它拿到的 那所以王政軍一聽就非常的火大 那擺明了就是要這顆玉就對了 還不管我生或死 所以他後來就說好啊 我就拿出這塊玉出來 那結果他就把這個傳國玉璽用力一砸 結果這個傳國玉璽就被砸出一腳了 那砸出一腳之後 據說王莽得到非常的開心 那不少的影視作品都說他後來用黃金把它補上這個缺口 那後來以此來示眾 那不過這樣的一個說法其實也並非事實 為什麼呢 因為在三國志裡面的吳書裡面有特別提到說 當時已經有看到這個傳國玉璽 方圓四寸上扭膠五龍上一腳缺 也就是當時的這個缺角並沒有被補起來 那為什麼我們後來的影視作品都會有說這個 這個傳國玉璽被黃金補起來呢 那都是一個人幹的好事 那這一個人就是羅冠宗 那羅冠宗在三國演繹把這件事情寫進去 但是他特別編造了一個情節 也就是上頭有特別提到的最後一句話 就是以黃金相知 那也因為三國演繹太受歡迎了嘛 所以後來的影視作品都以而傳而 那認為說這個傳國玉璽 用黃金相上那個缺角 那其實是沒有的喔 好 那不過傳到東漢末年的時候呢 後來一度失蹤 為什麼呢 因為東漢末年的局勢非常的混亂 那當時的漢少帝 那在緊張的情況下逃出黃城 忘記帶到這顆玉璽 結果等他回來之後就已經找不到了失蹤了 那失蹤了之後後來還有出現喔 那是在董卓的時候 那當時董卓夾漢縣帝嘛 那孫堅派軍去攻打洛陽 結果攻進黃城之後 在無意中在一個井裡面 投井致敬的宮女脖子上 那戲了一顆玉璽 他拿起來一看 就是這顆傳國玉璽 那孫堅非常的開心 認為說天命印在自己身上 所以他後來隱匿這件事情 把這顆傳國玉璽放到自己妻子家中 那只不過是後來還是被人家知道了 那幾番轉折之後還是落入到了皇室手中 但是你也知道沒有多久曹丕就竄漢啦 所以曹丕竄漢之後 還特別在這顆玉璽上補上八個大字 那就是大為受漢傳國之寶 所以這顆傳國玉璽後來又被刻上了八個大字就對了 好 那不過後來因為天災人禍貧傳 那這顆傳國玉璽幾度易主 那一直到五代十國之時 那當時的石敬堂攻破洛陽 那後堂的皇帝李崇科 抱著這顆傳國玉璽登樓自焚 那這顆玉璽怎麼了 事後沒有人看到 那大家都相信就毀於這場大火之中 可是真的毀於這場大火嗎 難道這個李崇科拿的這顆玉璽不可能是假的嗎 所以從宋代以後陸陸續續有人說 聲稱自己發現了這顆傳國玉璽 但是後來都被發現是驗品 那不過到了這個時候 大家就開始漸漸的不相信有傳國玉璽還真的存在了 所以明清時代的時候 一樣有人說他有拿到這個傳國玉璽 但都不被認同 甚至乾隆時 有人特別上告皇帝說 我發現了傳國玉璽在我家的農田 那據說乾隆笑一笑 根本不當一回事 因為他知道說這個不可能再度出現的 除非你有很具體的講出他的形狀 還有他的上面的字樣 所以到這個時候大家就漸漸的不相信傳國玉璽還存在 那有沒有人找呢 其實有的 明初軍閥 冯玉璽在1924年把溥仪趕出紫禁城時 還特別要手下把整個紫禁城翻上一翻 就是要看看這顆傳國玉璽有沒有被清朝皇帝藏在宮裡面 可是也沒有看到這顆傳國玉璽的下落 那因此這顆傳國玉璽至少到目前為止是再也沒有出現過了 那不過也沒有人排除說 他其實是被藏匿在地下 所以如果未來有出現這顆傳國玉璽的話 我想應該還是會引起軒然大波 又引起議論紛紛說天命印在誰身上了 那不知道各位會不會也是有這麼樣的一個感覺 好 那近年來還有一種說法 就是說王莽疑似穿越者 那這種說法又是怎麼來的呢 我們都知道說王莽的改革雖然被稱為十古不化 但是他鼓勵實驗 而且能夠接受新的事物 還會親自解剖人體 還會實驗一些如家次為荒誕的一些實驗 那這些作為都異於常人 這也讓人家覺得說 王莽是不是從現代穿越到古代 舉個幾件例子來講好了 西元十八年時 當時有個工匠用大鳥的羽毛做成了翅膀 聲稱自己穿上這件羽衣就可以飛行數百步之遠 王莽聽到之後不是次為荒誕 而是要他親自表演給自己看 結果他在確認這個工匠沒有亂說之後 還鼓勵他繼續研發能夠飛更遠的飛行器 各位他本身是儒家思想信徒 可是對這種新事物卻完全能夠接受 這樣的一個態度是不是讓人家覺得 非常的另類對不對 而且還不只這一樁 當時他為了統一天下度量痕 做了一個東西叫做新莽加量 這個新莽加量從他的性質外形 還有功能來看 其實都跟現代的卡齒差不多 可是王莽沒有接受過什麼科學訓練 怎麼有辦法設計出這麼精密跟現代功能類似的卡齒一樣呢 而且還找了西方1700年之久 所以如果是說王莽是現代人看過這種卡齒 然後把它帶到古代去重新複製出來 這樣似乎就能夠解釋 他為什麼會有如此新奇的想法了對不對 那不只是如此 在他的改革之中 我們都知道他有一個就是土地國有 也就是把全天下的土地收歸國有 那他再來分配給農民 那他的說法是從西州的景田制度而來 可是我們要問呢 如果說這樣的一個土地國有分配給農民 是取自於現在的共產主義 有這種土地收歸國有重新分配給農民的思想 他看到了之後知道未來一定會這樣子做 於是把它帶到古代預先先做出來 假托是景田制度 各位你有沒有覺得這樣子是不是更合理呢 還有一點喔 王莽反對販賣奴婢 那他認為說西州准許奴婢的買賣 非常的不人道 因為他有為孔子的天地之性 人為貴的思想 所以他下令規定說 奴婢只能私屬不准販賣 可是注意喔 孔子他有這樣的一個思想是沒錯 但是他並沒有禁犯奴婢喔 結果王莽過度解讀說我要禁犯奴婢 這不等於也是反對儒家思想嗎 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換個角度來看 就是說他其實是現代人 有人生而平等的一種思想 所以把他帶到古代去 是不是也能夠解釋說 他為什麼執意要嚴禁奴婢販賣 對不對 還有一點更特別的是 衣著的部分 當時漢朝的女子 都是比較長的裙子 可是王莽居然發明了一種短裙 還要他的皇后穿出去給人家看 如此前衛時尚的設計前所未有 可是王莽偏偏發明出來了 那如果說他是現代人 早就看慣了迷你裙 所以帶到古代去 想要引領一波時尚的蜂巢 這樣子是不是也可以解釋說 他為什麼會有如此突發奇想呢 對不對 好 那不過這些都是從他的改革 或措施之中 去推測他有可能穿越 但是呢 網路上有流傳一篇文章 說他其實是穿越者 也有古物可以證明 那這怎麼說呢 原來在這一篇 網路文章有提到說 大陸有曾經開過一個 保物鑑定的節目 那在這個節目之中 有特別有一個男子 拿了一個銅鏡過來 請專家鑑定 那他說這面銅鏡是怎麼來的呢 是他無意之中在拍賣會上看到的 那他注意到說 他的銅鏡背後有 服中國三個字 那認為說既然是中國的東西 那當然要回歸中國了 那所以他就拿來給專家鑑定 那專家一看這個銅鏡就不得了 年代非常的古老 所以經過整密的鑑定之後 就說了 這個銅鏡來歷非常的悠久 是新莽時代的古物 那所以網友們就依此來去做推測 說這個服中國這三個字 是怎麼來的呢 是因為網莽來到現代 看到了中國的強大 知道四方皆服 所以他預先把這三個字 刻在這個銅鏡上 來告訴大家說 中國將會強大到四方皆服 聽起來似乎煞有其事對不對 可是我後來仔細的去探究了一下 正面銅鏡的下落 在拍賣會後 並沒有在市面上出現 而且正面銅鏡後來也沒有 官方的考古專家出來證實 他的年代還有這個東西是否屬實 所以沒有官方背書 那基本上就可以存儀了 那另外當然這樣子還不夠 我特別去找了當時的類似的古鏡 結果發現在武漢博物館之中 有一面銅鏡 它的樣式跟剛才這面銅鏡很像 對不對 那它的保存相當的完好 那上面的文字你注意哦 它的名文有特別提到說 青蓋做盡四一福 多賀中國人民賦 雲雨時節五鼓熟 那其中確實有福跟中國這三個字 那如果說前面這一面古境 經過風吹雨打輕時之後 只留下福跟中國三個字 就被網友誤以為上面刻的 就是這三個字的話 是不是也有道理呢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這一面銅鏡 確實是王莽時代的古物 可能沒有錯 但是要以此作為它穿越的證明 很顯然並非事實 不過從王莽很能夠接受新的事物 還有一些新的發明跟創造 確實可以看得出它勇於接受新事物 而且也勇於改革沒錯 只不過是它的這些改革 並沒有經過深思熟慮 遭令戲改之下就造成了人民無所適從 這也是後來它會為人所詬病的地方 所以它的敗王其來有志 為什麼呢 沒有全盤好好的考量 怎麼有辦法做出一個能夠實施長久的制度 我們可以注意到歷朝歷代的帝王 他們在進行某一項制度與改革的時候 多半都經過整密的籌劃 而且有詳加考慮前因後果 還有實施後的影響才會加以判定 是不是能夠實施 所以相對來看 王莽其實下的決定實在是太清帥了 並不值得去學習 可是這也讓人家不禁感慨 如果王莽能多一些深思熟慮 那旁邊再多一些好的人才來作為大臣 來輔佐他的話 未必不能再創新局 對不對 好 那值得一提的是 在史料中有特別提到說 王莽還有染黑自己的鬍鬚和頭髮 那他染黑鬍鬚跟頭髮死料之中是沒有提到說 他到底是用什麼樣的染髮劑 那這裡頭是不是有王莽自己獨創的染髮劑 我們不得而知 不過他為什麼非要去染髮呢 史書是說他是為了要掩飾自己的老態 但是為什麼要掩飾老態呢 那後世的學者大概有兩種說法 那一種是說他年進古希卻要娶皇后 一個始皇后 那他怕人家看到了老夫少妻 有老來荒淫之嫌 所以特別用染髮劑把自己的鬍鬚跟頭髮都染黑 以示自己還少壯 好 那第二種說法是說 那當時王莽末年災害頻傳 那很多人都質疑說 年進古希的王莽 是否有足夠的精力來處理正事 那因此王莽才會特別把自己的鬍鬚跟頭髮染黑 來顯示自己還有無窮的精力可以穩定局勢 只不過這些外在的表征通通都沒有用 因為這些只不過是假象 你還是要端出真正的牛肉真正的改革 才有辦法去改善局勢啊 所以新朝的父王也是其來有志 都是因為源於他的性格的關係 好 那不過講到 王莽的敗王其實是非常令人訝異的 怎麼說呢 我們先來講講王莽在末年遭遇到的局勢 那當時旱災 黃災 饑荒頻傳 這個時候人民民不聊生啊 但是王莽居然沒有想辦法解決他們糧食的問題 是派大夫教他們主目為弱 什麼叫做主目為弱 就是把樹皮跟草根組成奶狀物來喝下去 可是你也知道這種東西 哪有辦法果腹嘛 所以人民的反台更為激烈了 所以才會有出現許多起義的綠林軍 那據說當時王莽在面對這些起義軍的時候呢 不想想如何去安撫天下 還舉辦個哭天大典 什麼東西啊 他的哭天大典就是說我們要哭得悲切 讓上天來看到我們的辛苦 這樣子才會憐憫我 改善這樣的一個天災人禍的狀況 所以他還特別把頒布命令 說誰能夠哭得悲切的 我讓他當官 所以後來據說一場哭天大典辦下來 有五千人因此當官 各位聽到這種做法 你就知道王莽敗王是必然的嘛 但是依照當時的局勢 王莽其實是不可能輸的 怎麼說呢 因為王莽在知道有起義軍的時候呢 就趕緊把天下懂得兵法的人全部找來當軍力 而且呢他還訓練大軍 找了個巨無霸喔 這個巨無霸長一丈大食圍 那意思就是他差不多三公尺高 然後這個常人呢不僅是身高長 而且更厲害的是他能夠驅駛猛獸 能夠驅駛虎啊豹啊犀牛大象之類的 所以後來這個巨無霸就組成一個野獸大軍 那連同王莽四十萬大軍 號稱百萬大軍 向劉秀的昆陽出發 那當時其實這樣的一個大軍來襲 那個劉秀只有幾千兵嘛 不足以為抵抗的 所以據說王莽大軍一到那邊就紮營 紮營之後呢開始發射箭雨 箭如雨下下到什麼地步 連劉秀這些人都必須身背門板 才有辦法抵得住這個箭雨的來襲 你就可以想見這個箭雨有多麼的密啊 好 那所以後來他們實在是撐不下去了 只好說好 我們祈求投降好了 結果王莽大軍聖券在握 怎麼可能答應呢 所以他們就要在天亮之後 要發起最後一波攻勢 哪知道就在這天晚上 突然有流星出現 掉下許多隕石 而且不偏不倚 就砸在王莽大軍的軍營 所以當時因為這個隕石而死者 不計其數啊 隔天天亮 王莽大軍還沒有從隕石的傷亡之中 回神過來 結果又遇到天氣的鬱變 當時刮起大風 風大到什麼地步 烏瓦皆飛 你看喔 連屋頂上的瓦都會飛下來 那個風力到底有多強啊 有風也就算了 沒想到沒多久又下起輕盆大雨 那個雨大到什麼地步呢 大到連河水都暴漲 結果遇到這種大風大雨 這些野獸怕得要死啊 四香逃逆啊 結果呢 士兵也跟著到處亂跑 沒想到光是在河裡面淹死的 就有數萬之多 水還因此流不動 你看淹死的人多到河水流不動 你就可以想見那個淹死的人 到底有多少 可是令人好奇的是 如此百萬人獸大軍 居然接連遭遇到流星隕石 還有狂風暴雨 以及滂沱大雨 那這樣的一個巧合 如果不是用巧合來解釋 那我們似乎也只能說是 王莽再劫難逃了對不對 所以很多後世的史學家 看到王莽的敗亡 都認為是天命為之 因為哪裡想得到這些天災 照所帶來的一些災害 就使得王莽自傲的百萬人獸大軍 因此瓦解對不對 好再來我們講到說 王莽敗亡之後 他的人頭到底到哪去了呢 好那首先要講到的是 在漢書王莽傳中有提到說 王莽後來被一個商人杜武所殺 那這個杜武殺了王莽之後 後來呢 看到他身上所佩戴的繡戴 非常漂亮 那於是就把他拿過來 戴在身上 想說自己戴著也好看 比較有威嚴 結果這一幕被一個校尉 東海公兵舅看到 那這個公兵舅就問他說 你這是在哪裡拿到的 他就那個杜武就跟他講 就是在前面的屋子不遠的西北處 那這個公兵舅本身就是主持典禮的官吏 所以他很清楚這條獸代的意義 就是代表皇帝 那所以能夠找到這一塊獸代的主人 就可以找到王莽的下落 所以他趕緊跑進這個房子裡面的西北 果然找到死掉的王莽 他當場砍下他的頭 大喊說 王莽人頭在此 那其他的幾義軍一聽到 馬接連上去把他的身體也砍了 總共有數十人之多 所以王莽算是被千刀萬刮就對了 那後來這一顆人頭 就被送到根屎地劉璇那邊去 那劉璇還特別把他招告天下 來讓家看探這個亂臣賊子的下場 那據說當他掛在城門上之時 有膽大的百姓還特別把王莽的人頭拿下來當球踢 不只如此喔 還有人更過分就是把王莽的舌頭割下來拿來吃 那大家為什麼會對王莽人頭做這些事 無非就是痛恨王莽嘛 所以後來那王莽的人頭其實也慘遭非常慘的待遇 但是後來怎麼了 是腐爛了還是就被弄壞了呢 沒有人知道 不過後來到西境的時候有一場大火 這場大火燒出王莽人頭的下落 好那是怎麼回事 那就是在當時的時候 有一個武庫起了一場大火 他當時負責這個武庫的彰化 因此害怕說有變亂發生 他疑心說是有人想要造反奪取武庫中的武器 那想要來去爭奪皇位 所以為了避免有人造反 他先列隊固守 那因為先守著武庫嘛 所以火就只好放著讓他燒 那讓他燒一燒看看沒有什麼動靜之後才救火 可是這個時候哪來得及呢 所以據說在武庫裡面的武器 包括裡面的曆代之寶 通通都毀於一旦 那裡頭包括有哪些東西呢 包括漢高祖的斬蛇劍 還有王莽頭以及孔子姬等等的 那漢高祖的斬蛇劍就是斬白蛇的那一條劍 那當然算是神兵利器啦 那孔子的木姬我們都知道說 孔子是儒家最先的傳人 所以他穿過的木姬也當然是上好的寶貝 可是王莽的人頭為什麼會被當作寶貝呢 那有人是認為說王莽是亂臣賊子嘛 那所以後來劉秀當上皇帝之後 為了警告後來的亂臣賊子不可輕舉妄動 才會特別把這個王莽的人頭 拿來好好保存來以示警惕 這就是亂臣賊子敢篡位的下場 不過沒有想到居然就在這場大火之中 復之一句了 所以王莽不要說他的施首啦 就連他的首級人頭也都是後來就通通都沒有了 那既然都沒有了我們要問說 那王莽還有木嗎 那他的木倒是現在在中國大陸有兩處 那一處是在湖北寶康這邊 那這邊有一個王莽木 不過這個木的規模 非常的小 那看起來不像是一個帝王林木 那因此說他是王莽木 很多人都質疑 那另外還有一個木 是在陝西衛南這邊的紅顏村 有一個王莽林 不過這邊荒煙漫草 也看不出曾經有一個帝王林木的存在 因此王莽林木到底是不是在這裡 那也不過就是有地方誌的傳言 並沒有人真的證實說有在這裡 那不過我個人認為 就算是真的有王莽的林木 那可能也只是一個衣冠種或者是紀念種 因為不可能有人為王莽收屍 而王莽人頭又被大火燒掉 所以很有可能就是到後來的時候 才有人假借一些名木 為他做木 那不過裡頭到底是不是有王莽的屍骨 這應該是不存在 不過儘管是這樣的一個推測 但是也要等到日後當地政府有開挖計畫 才能夠證實說 這裡的王莽林跟王莽木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王莽的屍骨在裡頭 好 那講到這邊 先最後再來講講王莽斷漢的傳聞 那王莽斷漢其實據說是跟漢高主劉邦有關 那我們前面有曾經提過說 王莽 就是這個劉邦曾經 負責奉命押解囚徒到離山林去做苦工 結果路上呢 半途很多犯人都跑掉 他乾脆把所有人都放了去亡命天涯 結果這個時候有十多人說願意跟隨他 那他就說好我們一起走 結果來到一座山上 那前面的囚徒告訴他說 有一條大蛇擋路 那當時他趁著酒意 就拿出一把寶劍 那這把寶劍就是斬蛇劍 直接就把這個大蟒蛇給斬了 結果這一斬的時候 再根據民間傳說 這一條大蟒蛇就在死前對他說了一句話 你斷我性命 我也斷你漢家積業 所以後來才會派亡蟒來串漢 所以你看這個亡蟒二字 那有人說就是死亡的蟒蛇 亡蟒的化稱 而且就年代而言 漢家積業總共四百年 偏偏亡蟒串漢剛好是死的東西 和各一半兩百年 到底是不是那麼剛好就是說 亡蟒就是亡蟒 而且又是剛好死的漢家積業各一半呢 這或許只是巧合而已 但是這樣的一個巧合 也讓亡蟒更添一分茶餘飯後的材料 對不對 好 那講到這個地方 我們來順便講講這把斬蛇劍 那這把斬蛇劍又有另外一個名字 叫做赤霄 那為什麼會被稱為赤霄呢 那主要是在魏晉南北朝時 有一個人叫做陶弘瑾 那陶弘瑾他在古今刀劍錄裡面 有特別提到說 劉濟在魏十二年以死皇三十四年 於南山得一鐵劍長三尺 名曰赤霄大鑽書 所以由此可以看得出來說 那這把劍其實它是從南山得到的 而且是一把鐵的寶劍 那長曰三尺 那上頭有名文赤霄二字 那後來漢高祖劉邦得到之後呢 後來就連同這個傳國玉璽 一起當作是寶貝寶物 那所以照這樣子看來的話 他一直都被視為是神兵利器 有加以好好保護 可是令人奇怪的是 從劉邦一直到西晉的這一段期間 從來就沒有人拿出這把斬蛇劍出來 那為什麼呢 所以後來有人就講說 這把斬蛇劍已經不是當初的那一把了 因為劉邦自稱他是拿三尺劍來去斬蛇 可是後來卻有史料說他是七尺劍 那為什麼會從三尺變七尺呢 那有人是加以緩加說 因為劉邦後來登上皇帝之後 覺得三尺劍來當作寶劍這樣的一個神兵利器太不起眼了 乾脆就把它誇大變成七尺長劍了 但是可以想見得到就是說 因為他斬了白蛇 後來又有這樣的一個斬白蛇的傳說 那因此這一把鐵劍就自然被賦予神兵利器的一個傳聞 所以到了西晉後來他一把大火被燒出來之後 後來還有個下文就是說 當時張華還特別見到劍穿屋而飛莫之所向 所以你看連這把斬蛇劍最後的下落也都非常的神奇 那也就是他不堪被這場大火燒掉 寧願飛出去 飛到哪裡去就沒有人知道了 所以如果此話屬實的話 那也許這把斬蛇劍並沒有真的毀於這場大火之中 而是後來不知道流落何方 所以如果日後在中國大陸考古時 考古出一把叫做刺銷的劍的話 也許我們就可以認定 這就是當初劉邦所使用的這把斬蛇劍了 好 那不知道喜歡刀劍的各位朋友 是不是也會因此比較有覺得 心期待呢 那講到這裡 我想各位應該都對王莽的一個生平 有一些更清楚的認知 那至於他的評價是好是壞 那就看個人自己判定了 大人角色小心求證 合理之一顛覆歷史 陳啟鵬的顛覆歷史 我們下次見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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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